我当时就是说我没有怀疑 我就说可能他家里有急用 然后我就说你这个金额有点大 我可能就是五万多 就是说可能转不出来 然后我说我手上有一万多给你先用着 然后他就把具体的前前后后的事情跟我讲了 一讲以后我说这种肯定是骗人的 同事小黄今年30岁 四川人在杭州滨江从事美工编辑类工作 上个月26号 小黄通过探探这款交友软件 认识了一位叫丽娜的网友 主要是看照片 不感兴趣的左滑感兴趣的右滑 如果两人互相感兴趣就会成为好友 两人还加了微信 聊天中小黄说小姐姐真有趣 我看着可一点都不觉得小姐姐哪老 青春靓丽 正是花开娇艳的时候呢 主要是就是这个人他 他说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多些时间陪他 就是因为我就想通过这个方式嘛 能结交一个女朋友嘛 所以说 反正之前我觉得就是 静有小黄能就随便陪着他玩 就是能多些时间 聊聊聊什么的 能交流一下感情之类的嘛 小黄说他还没有谈过恋爱 难得有个女孩和他聊得来 丽娜的朋友圈设限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不过从封面图片和头像来看 还真的挺青春靓丽的 两人在微信里经常互相关心 认识一周之后 丽娜开口求助 说是手上有几个账号忙不过来 我个人坚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宁愿去相信 有东西也不要轻易去怀疑 因为我个个人觉得 这个人世间应该 散散意的多一点 所以说我个人为人的准则 就是能够相信的 尽量不去怀疑 对方让小黄下载了一款 叫做嗨克帝国的软件 点进去有个江苏快三 这是一款压住游戏 丽娜会告诉小黄压什么 小黄每次都能赢 起初都是几百块钱的压 赢了就能够提现 1月21号 小黄有一把压了1000块 中了520块 可后来他既不能下注 也不能提现了 这个520已经超出了 他说的所谓的规则 就是超出我们投入本金的20% 这个东西如果是提现的话 那个系统软件会自动检测 就提现不出来 可能就会有问题 小黄询问客服后得知 想激活账号 需要进行背投 也就是账户里有多少钱 就需要充值相应的数额 有一万充一万 进行压住等操作之后 便可以提现了 那一次小黄提现了8000多 后来又继续和丽娜一起玩 仍然是一直在赢 赢到两万八 然后小黄进行了背投 还是提现不了 说是还要再背投 也就是要充五万六 小黄月薪5000 用存款充了不够 又刷了信用卡 还是不够 这才向同事柴女士借的钱 倍数充值以后才能提现 然后我就叫她赶紧去报警 小黄说她不想玩游戏 只想和丽娜多交往 但他俩既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视频聊天过 甚至都没有打过电话 记者怀疑丽娜是否和平台有关系 小黄拒绝了 还是想私下处理 软件客服的语音打不通 但有文字回复 记者尝试着问 能否当面提交材料 客服回复 境内博彩是不合法的 公司在境外 目前柴女士已经带着同事 向警方报案 188我们经验记者报道